而在玉里镇的妈祖宫圣母妈祖 也从4月13号到4月18号举办了 圣母1061圣诞千秋系列活动 县长徐真卫15号上午 特别来到了玉里镇的妈祖宫 来参拜祈福 而这一次也因为新冠状病毒的疫情 没有办理扩大绕境的活动 以管制人群群聚感染的问题 所以改为年度颅主会成员 祝点祈福圣母娘娘赐福厨艺的活动 而徐真卫也透过这次的参拜 祈求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疫情可以减缓 玉里镇妈祖宫圣母妈祖 从4月13号到4月18号 举办圣母1061圣诞千秋系列的活动 训长徐真卫15号上午特地前往 玉里镇妈祖宫来参拜祈福祝寿 来到这里也给我们妈祖宫 祝寿当然也要感谢妈祖宫 更祈求妈祖婆婆在这次瘟疫 让这次瘟疫的疫情能够 台湾已经守住 但是除了台湾守住 世界也要也要赶快让疫情降温 玉里妈祖宫也特地制作平安归 集结善心人士的爱心 让更多爱心结合在一起 除了祈求新冠状病毒赶紧除疫之外 最终会将这一波1万斤的米 发送给需要的低收入户家庭 因应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所以是第一次制作这么大支的平安归 然后在我们县长带领之下 情政爱民 然后我们要造福我们许多弱势的团体 所以我们预计 现在归是8000斤 我们预计要扒1万斤 这次因为新冠状病毒 今年没有办理扩大绕境活动 以管制人群具感染的问题 虽改为年度卢主会成员注点 祈福圣母娘娘赐福出疫活动 许正伟透过这一次参拜 祈求这一次新冠状病毒疫情能够减换 记者高充双预政采访报道